很多人以为自己拥有很多的钱 拥有自己很多的房产 所以很多人以为自己有不动产 可以保子子孙孙都好 台长告诉大家 天灾人祸 地震现在天天摇晃 连你的不动产现在全动起来了 这就是人间的无常啊 我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消息 在澳洲黄金海岸 我们在澳大利亚 有个朋友有一个小房子 这个房子有120平米 就是在水边上的一个 他平时另外有一个房子 但是这个房子是像他度假一样过来的 那一天他要到印度尼西亚去出差 他走到自己这个房子里去把东西拿好 拿完了之后就把它锁锁好 锁锁好之后把门一关 他就走了 走了之后大家没想到 澳大利亚布里斯本黄金海岸大水灾 这个大水灾之后呢 把他的房子都冲掉了 等到他出差回来的时候 他一看拿个钥匙 找房子都找不到了 因为他的房子飘走了 所以告诉大家 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那是无常的 我们所拥有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可靠的 所以希望我们做人要知足常乐 我们学博要提高智慧 知足得到拥有 要想拥有的人就必须要知足 台长跟大家都是讲的白话佛法 我们要懂得学佛就是做人 做人就是学佛 有的人看不起人 那就是没有学好佛 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 一个能够懂得谅解人家 理解人的人 那就是一个人间的佛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要真正的学佛 就是要真正的用心去体验佛的思维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从来不舍一个众生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人生有三样东西不该挥霍的 哪三样大家知道吗 身体还有你的钱财 还有你的感情 现在很多人拼命的在挥霍这三样东西 如果你想挥霍这三样东西 你一定得不上失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拼命的去损害自己的身体 你能够得到没有 佛法讲这就叫消福 这就叫消瘦 实际上用现在话讲 就是消人生 人有三样东西 那是无法隐瞒的 瞒不过别人的 那就是咳嗽 谎言和爱 爱在心中 但是它会流露出来 咳嗽在喉咙里 那你憋不住的 谎言在嘴里 不是让你随随便便就讲的 所以你想要隐瞒 在佛法讲起来 就是害人 害己 害你的会命 所以我们要制止妄语 我们经常说舌头是祸福之门 一个多门的房子 会容易吹进很多的风沙呀 所以守住自己的嘴巴 学佛人要懂得 有事不怕事 无事不找事 所以这么多的法师 就是你们的好榜样 你们去问他们 他们笑一笑 不多讲话 最后给你们四个字 阿弥陀佛 有一个书生 和他的未婚妻呀 已经选择了某年某日某月呢 要结婚了 已经要结婚了 那么大福 就是大婚来临的时候 他的未婚妻呀 突然之间变新了 退婚 而且要转嫁 当时这个书生啊 气得又难过又生气 一病不起啊 无能威力 奄奄一息 这时候有一位僧人路过 这位僧人走进他的房子 问了他的情况 点化了他 这位僧人拿出一面镜子 走到了他的床前 给他看 这个时候 镜子里就显化出 一条茫茫的大海边上 有一个全身 卤落的一个女子 躺在沙滩上 这是一个尸体 第一位男士走过去了 眼看了一看就过去了 摇摇头 第二个男的走过去 看见他 就给他把自己衣服脱下来 盖上了这个尸体上 再过一段时间 来了一个男子 走过他的身边 挖了一个坑 把他掩埋了 看到这里 这个僧人就告诉他 这位书生小弟 你不要难过 你就是这个 给他盖衣服的这个男的 因为你的前世 给他盖了衣服了 所以这位女的精士 就是来还你这段情的 所以真正的他要嫁的人 是一个帮他掩埋尸体 挖坑的那个人 所以这个小猪童知道了之后 他就明白了道理 恍然大悟啊 僧人说 一知前世因啊 今生受者是 所以我们要懂得 人跟人要和睦相处 要珍惜姻缘 今生你与他的相恋 实际上就是还一个情 很多夫妻之间 天天在吵在闹 实际上就是在还你们的情债 希望你们化解情债 化解情缘 用佛法来改变你们的人生 经常吵架的人 经常念心经 经常念念节节奏 经常心胸宽大一点 想一想别人的痛苦 你经常能够理解别人 那你就是一个圣人 能够站在对方的位置上 去理解别人的 那你就是一个人间的圣人 现代的人心胸狭隘 古人云擦肩而过五百年 现在的人在公共汽车上 踩他一下脚 都要讲好几句话 台长告诉你们 有一对男女 在公共汽车上 就是碰了一下 那个女的就出口就跟他说 你有病啊 那个男的就冲着他说 你有药吗 整个公共汽车上 人全部笑了 他觉得很没面子 那个女的又说 你有神经病啊 那个男的说 你能治吗 一场哄笑 实际上 人要有修养啊 人要知足啊 大家要懂得 做人真的很不容易 多理解别人 那才是学佛之人啊